秀林湘近日召开雅尼纳古墙一案部落会议 来行使统议权 让居住在部落的少数族群 不能够发生表达意见 影响到自身的权益 而秀林湘民代表蔡培货 4号在秀林湘民代表会临时会当中 提案要求秀林湘公所向中央反映来修法 以维护少数族群的公平正义 秀林湘的台里防化炉新建 纳古墙的设置案 以及雅尼矿城的展演案 都要经过部落会议智商统议权才可以新建 由于和平村 崇德村富士村和秀林村居住的少数族群 都不能够参加并且发生 影响到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秀林湘民代表蔡培货 并且向秀林湘公所提案修法 这个当时在订这个 延纪法的时候 应该第21条有影响到 应该是在第一项里头 有影响到别族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应该有一个但书的规定 如果他那边没有设的话 应该是在参与办法里头 行使同意前的参与办法里头 再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 我们在行使同意前的时候 应该有一些涉及到的 汉人的家父代表 应该要一起参与 讨论跟行使同意前 应该是这样比较周延 可是当时大概是 可能有的立委没有注意到 所以这个法规没有订得很完整 不周延 然后在延民会订这个办法的时候 创意前这个办法的时候 大概他们也没有想得很周延 而且我自己昨天也在想 这个办法定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按照行政承细法 它是有依告登记的 半年之后才会公告 那在这依告登记的期间 应该凭权会 凭地人权益出境会 应该也没有去注意 所以导致于这个 行使同意前的那个 倡议办法这个里头 就没有考虑到一些少数民族的权利 所以我现在的意见就是 希望我也在这边呼吁 有的平地人 看应该是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说平地人 有这样的声音 传到乡公所这边来 公所这边可以为他们讨论 或者是研究 或者开个会 把这样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去 修议下面代表会主席来听觉表示 修议厂北区四个村 少数出行是相当的多 也希望公所能够重视他们的权益 尊重原住民族分法之外 我想也要特别提出来这一块 这一块不用再另外行文了 由相公所这边 你们发文给各个 各个村办公室 然后由各个村办公室 贴出公告 你们排个时间 邀请非原住民级的 他们愿意参加 他们对这部分想要发声的 找个时间 排个正式的会议 那正式会议做出一些建议之后 由相公所这边再发文给 我们的主管单位 原民会那边提出这些建议来 因为毕竟啊 影响的并不只有我们部落的原住民 非原住民 他也是我们的基因 我想这个部分 因为原住民基本法 智商同意权的部分 让许多的公部门还好 让许多的私人企业 他完全不在乎非原住民的感受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做什么 根本不用通过你非原住民的同意 这样其实是非常不公平 凶巷公所 我们真的可表示 对居住在凶巷的少数族群 公所会建议原住民住委员会 同时也进行事前的沟通作业 再提案建议中央单位 重视大家的权益进行修法 让权益受惠与居住的村民们 记得中央休闲 不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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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